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九十七集 二十岁的少校 二十岁的营长 周成的履历叫人极度 现在进入了大环境和平时期 军队里的提拔标准开始变得严格 周成运气特别好 十五岁体能合格提前入伍 正好赶上七九年的对月反击战 战争中阴功晋升 火速提拔 八三年 周成刚好二十岁就成了营长 调到了京城 授予少校军衔 对于他的本事 大部分人都心服口服 却也有极少部分的人心里嫉妒 说话也阴阳怪气的 归队的周成换上了军装 懒散不羁的气质都消失了 一旦穿上这身衣服 他就成了敢拼敢打的周营长 他冷淡的眼神扫了对方一眼 明明一句话都没有说 却把那阴阳怪气的人反吓住了 对方心里咯噔一下 都怪周成这次休假时间太长 他都快忘了周延望有多可怕 老方 你跑啥 我又不吃人 周成嘴角越是带着笑 老方越觉得他可怕 周成是一营的营长 老方是三营的 大家都是营长 老方不晓得自己为啥怕周成 明明他还比周成大十岁 资格比周成老 是了 他讨厌周成就是这点 凭啥他比周成还大十岁 队阅反击战是一起参加的 周成拿到的功劳就是比他大 后来者居上已经和他平级了 二十岁的营长啊 老方呕得要死 军队也要提拔年轻干部 周成就算和他一起熬资历 等到退休时 肯定是周成职务高 比老方领先了十年啊 简直不能更讨厌 老方给自己打气 爬个屁啊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要跑了 周少校你厉害啊 板上钉钉的处分都能取消 老方就是不服气周成的特殊待遇 周成才不鸟他 于周成来说 那处分本来就挺莫名其妙 而且上面的领导很爱护周成 怕处分给周成的履历留下污点 后来在一开会讨论 周成的处分被取消了 该成批评教育 并不济入履历 老方就是个怂货 周成懒得和他计较 迈着腿哒哒哒走了 老方还奇怪 和别人私下里议论 周成的阎王休假回来 脾气好像有变化 他一定是在搞啥阴谋 周成脾气变好 老方反而不敢再惹他 手下的兵见周炎王偶尔会笑 更是怕得不得了 事出反常必有妖啊 谁知道周炎王 是不是憋着火要收拾他们呢 领导倒是挺满意 觉得周成自我检讨得不错 人变得更沉稳了 嗯 其实呢 他只是恋爱了呀 二十岁的周成没谈过对象 部队里谁不知道 在他眼里男人和女人全部是一个样 哪能想到周成能自己谈到对象 都猜他要和部队里的娶老婆困难户一样 拖到快三十岁才被逼着相亲结婚 结果周成休假途中和夏小兰遇见 休假前两人又刚刚确定了恋爱关系 恋爱中的男人心情大好 旁人就觉得周成性格变柔和了 想到夏小兰 周成就有种捂着胸口傻笑的冲动 她媳妇就是样样都好 哪个地方她都爱 可惜两人年龄还不够 还要等两年才能结婚 再过几个月 小兰就能来京城上学了 周成对着操场上一颗掉光了叶子的柳树笑 老方捏手捏脚经过 周成这个爷们到底在憋啥坏招啊 明刀明枪的干一场不行啊 当然 明刀明枪 她也干不赢周成 刘家杀猪 夏小兰没回去 帮刘勇把租房落实 夏小兰就带着钱动身去了阳城 这次加起来有五千块的本钱 操作好了 她和李凤梅可以有更多的钱开店 因为要拿的货不少 她就把刘芬给带上了 刘芬从来没出过远门 迄今为止 走得最远的地方 就是商都市 和陈旺达关系好 开介绍信的时候很方便 填上刘芬的名字 夏小兰就能买到火车票 人挤人的火车站让刘芬胆怯 不过见有人要挤着夏小兰 她护女心切 又紧紧贴在夏小兰身边 生怕夏小兰被挤坏 两张车票就要五十多元 两人跑一趟阳城 光车费就要花超过一百块 还不算在阳城铸招待所 和两人一路上的吃喝 外夏小兰刚醒来那会儿 她就算想带刘芬远远离开 两人没钱没事的 也跑不远 现在不同了 刘芬想去哪儿 夏小兰都有那个路费 兜里有钱 他们俩在任何地方都能生存 不过 人离相见 能在家乡痛痛快快赚钱 刘芬不是愿意折腾的性格 她对现在的生活 满意地要命 妈 这次我要去看望一个姐姐 第一次去阳城时 她帮了挺大忙的 白珍珠是摆水果摊的 商都的枣子不贵 夏小兰琢磨着 对方吃不了还能卖掉 就给带了两袋子红枣去 反正母女俩去的时候空着手 两袋子红枣也不碍事 新鲜的红枣一毛五一斤 夏小兰装了两口袋上车 一共是一百斤 花了十五块钱 刘芬也没反对 没钱的时候谁不扣门啊 刘芬现在自己一天就不止赚十五元 夏小兰口里的白姐 既然帮过忙 感谢夏也是应该的 租了三十多个小时火车到阳城 刘芬也是长了见识 不过她少言寡语惯了 背着一袋枣 夏小兰说走哪儿就走哪儿 半点意义都没有 小兰啊 你背得动不 把你那袋也给妈放背上吧 夏小兰不听 背得动 我们坐车去 本来是有小拖车的 夏小兰这次进货多 拖车都没办法解决 或许得办理拖运 阳城这种大地方有公交车 这又是刘芬没有经历过的新鲜体验 夏小兰找了路人 问明白咋坐车 母女俩转了两趟车 踩到了白珍珠的水果摊子 阳城的温度比商都高 初冬也不太冷 夏小兰和刘芬背着枣子跑来跑去 找到白家时惹出一身汗 白珍珠的水果摊就支在路口 阳城的太阳暖哄哄的 晒得人想睡觉 阳城附近虽然适合种水果 但因为受季节限制 这时候没有那么多 反季节大棚种植技术 所以十一月能卖的水果也不多 苹果橘子和柚子这三样 占据了水果摊的主要位置 还有几个干巴巴的梨 买水果呀 白珍珠的声音有些蔫 睁开眼睛一看 发现是夏小兰 白姐 我来看看你 白珍珠有点手足无措 她从小是和男孩一起玩的 家传的功夫 让她在同龄男孩子中也是无敌的 娇滴滴的女孩子要怎么相处 白珍珠毫无经验 夏小兰就是娇滴滴的女孩子 白珍珠之前也是随意说的地址 没想到夏小兰真的来看她 小兰同志 她干巴巴的不知道说啥 夏小兰咋会让她尴尬呢 赶紧介绍了刘芬 白珍珠更紧张了 这是长辈呀 五十斤一袋的红枣 她轻轻松松能领两袋 但 这姑娘 真是缺根弦 居然问夏小兰 这次是不是来倒卖水果的 你这红枣够新鲜 可是我的汤味 生意不大好 不过你放心 我肯定帮你把货卖出去 对不起 很会